大家还记得你们是怎么上小学的吗?是校车接送还是步行?然而在云南,有一个8岁的小朋友,每天天不亮就要步行4.5公里去上学,而且走的还是宁宁不堪的山路。冬天的时候,他穿着单薄的衣服走在山路上,等到了学校之后,头发和眉毛都冻上了冰霜,而这个孩子就是王福满。那么如今,他过得怎么样了呢? 2018年,一张冰花男孩的照片登上了热搜,一个小男孩头顶冰霜,脸蛋被冻得通红,就连眉毛也被冰霜覆盖。这个男孩就是王福满,出生于云南,是转山包小学三年级的学生。王福满所在的村庄海拔2800米,王福满每天要步行5公里才能到学校,所以天还没亮就要起床去上学。 去学校的路上,要走很长的一段山路,如果遇上坏天气,山路上的风就会很大。 那一天,正赶上期末考试,王福满去学校的时候,早上遇到了暴雪。 到了教室之后,王福满穿着单薄的衣物,头发上布满了白霜。 当时老师就觉得,这个孩子需要帮助,于是就将他拍了下来并发到了网上。 谁也没想到,王福满居然因此一下子就火了。 在照片的介绍中,留守儿童立志求学,条件艰苦等字眼,引发了无数网民们的心疼和牵挂。 大家亲切地称他为冰霜男孩,人们也渐渐地了解到了冰霜男孩的身世。 王福满是一位留守儿童,妈妈两年前出去打工之后就了无音讯,父亲同样常年在外打工。 王福满就和奶奶和姐姐一起生活在破败不堪的老房子里,相依为命。 而那天,之所以穿的单薄,是因为厚衣服洗了还没干,但是又没有其他的厚衣服,于是就套了两件薄的。 每次提起自己的孙子,奶奶是又自豪又心酸。 原来,王福满从小到大就特别的懂事儿,听话,别看现在才八岁,但是却比一般的同龄人要懂事儿听话得多。 在学校里领两个面包,每次都会拿回来给奶奶一个,奶奶不吃都不行。 因为他知道,奶奶带着他们兄妹二人生活很辛苦,王福满家里的主要收入都是靠着爸爸在昆明打工赚来的。 因为忙着赚钱,爸爸也只有在过年那段时间才会回到家里。 而王福满的父亲在看到网上儿子的照片时,也是既心疼又难过。 这件事情被媒体报道之后,就有很多好心的人打电话给王福满的父亲,想要资助王福满。 王爸爸非常的感激,但是他知道,社会对于这件事关注的热度总会过去,不希望因为这件事情让儿子觉得可以不劳而获。 不管是做人做事,还是要脚踏实地。 这件事情很快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重视,并发表声明称绝对会帮扶王福满一家。 很快,政府的工作人员就到了冰花男孩的家里,了解他们一家人的需求,并作为重点帮扶对象。 王福满一直非常想见自己的母亲,在记者的帮助下,也找到了他的妈妈。 原来,妈妈当初之所以离开,就是嫌王福满的父亲家里没钱不争气,一气之下就一个人去了广东工作。 当妈妈看到王福满的照片时,也是心疼地流下了眼泪,并很快回到了家中。 政府也帮王福满的父亲在当地找了一份工作。 这样,王福满一家人终于团聚了。 当地政府还抽集了80多万元,对小学的教学楼食堂和宿舍进行了改造。 在公益资金的帮助下,改造了10间学生宿舍,这样73名学生可以在周一到周四的时候都住在学校里,不需要每天都走这么远的山路。 一年之后,记者又回访了王福满,尽管年纪还小,但是王福满也知道那张冰花男孩的照片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 其中,最重要的就是妈妈回来了,一家人可以幸福地在一起,也不再是留守儿童。 天还没亮,王福满就和姐姐两个人一起去学校,他们每天要走一个半小时的路程,翻过一两座山头才能到达学校。 等到了学校之后,天也亮了起来,王福满非常喜欢住在学校,因为除了有温暖的宿舍,还有很好吃的食堂,每顿有三个菜,两素一荤,这比在家里吃土豆要好太多了。 2020年,记者又再次回访了王福满,这个时候王福满家里已经住上了新房子,而王福满依旧像小时候那样帮着家里做家务,每个星期都会在周六的时候给家里的猪煮猪食, 顺便做着家里的晚饭。 近年来,王福满所在的县也坚持教育扶贫,像冰花男孩这种长途跋涉的情况基本上是不存在了, 虽然完全满足所有人10到20分钟到校不太现实,就像冰花男孩所在的那些地方,自然条件非常恶劣, 政府还是秉承不能因为贫困而辍学的原则,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都保证孩子们可以完成学业。 如今,转山包村的路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不堪的小土路变成了宽阔结实的柏油路。 截止到2020年的上半年,转山包村的扶贫就投入了7600万,其中一半的资金都花在了修路上。 其实在2019年,王爸爸就曾在网上发文,说自己想申请贫困户的资格,同时给家里争取公益性岗位的名额,但是都没有被批准。 之所以申请公益性岗位,是因为村里每个月都会给那些参加扫录的村民们发500块钱。 所以,王爸爸就想让自己的老婆和母亲去参加。 在王爸爸看来,自己家里的这种情况就应该得到贫困户名额。 家里条件不好,没什么经济来源,母亲也上了年纪,下面还有女儿,儿子在读书,一家人就靠在一个人打一点工,不足以维持生活。 然而村干部却表示,之所以王爸爸没有这个资格,是因为他名下有两辆机动车,这辆机动车是王爸爸花了两万多一点买来的二手面包车。 在云南省下发的2019年度关于进一步完善贫困退出机制的文件当中,贫困户的认定和退出都有标准,不管是住房安全,还是每个月近三四千块钱的务工收入,王爸爸家里都不符合申请贫困户的标准。 只有贫困户才有申请公益性岗位的资格,而且年龄也不能超过55岁,但是王爸爸的母亲已经60多岁,显然也不符合条件。 总体来看,王爸爸家里的家庭条件在当地总体来说还比较可疑,对于病患男孩家里申请贫困户这件事,稍不注意就很容易被情感左右,而忽略了对客观事实的尊重。 情归情,礼归礼,我们不能因为他是病患男孩的家,就觉得他是贫困户,要根据实际情况和相关的标准办事,一切以实际出发。 王傅满的学习成绩非常优秀,在班里能排上前几名,他非常喜欢数学,觉得这一门学科学起来非常的有意思。 当记者问起王傅满的梦想是,他表示自己想当一名警察,好好学习,将来保卫祖国和人民。 中国的偏远地区依旧有很多像王傅满这样的孩子,相比于他们来说,王傅满是幸运的,他可以因为一张照片改善家里的生活,只有摆脱贫困才能让类似的事情不再发生。 对此,你有什么看法?欢迎下方留言讨论。